就在昨晚泰拳和MMA的混合规则比赛中 万贯军赛的战力霸主铁人罗唐 经被体格比他小一号的大力鼠罗脚脚晕 我想说这个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 罗唐的战力固然很强 抗击打几乎无解 但在面对大力鼠的MMA规则下 他还真就是一个小白 大力鼠固然体格很小 年龄也差不多大了罗唐一轮 但他在MMA领域的实力和成就在那摆着 了解MMA的人十有八九都能猜到这个结果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双方临场的一个表现 开局以后罗唐毫不犹豫的往前逼近 将拳头瞄准大力鼠的小脑袋进行强攻 大力鼠在此使用了一个泰拳规则禁止使用的搂抱控制 裁判立即对他做出警告 比赛照常进行 大力鼠在罗唐的强攻中保持着移动 作为MMA的技术天花板 他的战力技术也是无可挑剔 即便是面对体格大一号重拳重腿的铁人罗唐 他的表现也是毫不逊色 我想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体格小力量不如对方 仔细看这一拳 结结实实的命中了罗唐的下巴 但罗唐换都不换一下 很显然 罗唐的战术很明确 就是硬吃大力鼠的拳头 也要进行强力进攻 试图强吃大力鼠 然而这老鼠虽小 但他却硬得很 罗唐的每一次暴力出击看着都是十分凶险 但老鼠每次都总能应对自如 并且也打出了许多有效反击 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罗唐几乎没有一刻放弃过对大力鼠的压迫 他深知若是这一局搞不定对方 那么第二局自己就极有可能不对方搞定 看得出来这一季上高给大力鼠打得有点难受 他随即做出了消极揉爆 最终 属于罗唐的第一局全局打满 比赛顺利的进入了大力鼠的第二局 第二局刚开始 产生画风突变 上一局十分被动的大力鼠突然变得主动起来 而从未被动过的罗唐瞬间秒损 这一局是他从未涉及过的领域 而对方却是这个领域的天王大佬 他深知一旦被对方晋升长驻就完完了 因此节奏上被动和对方保持距离是对的 但终究啊 罗唐还是由于缺乏MMA比赛经验 被大力鼠轻松晋升拿背带倒 可以看到罗唐被拿背之后不知所措 这个动作虽然是对的 但他却没有了下一步操作 控劳之后 大力鼠开始对他进行垂击 开始消耗他 分散他的注意力 然后进行裸脚尝试 经过边角的指导 到这里罗唐其实做得还不错 并没有很快被大力鼠拿到裸脚的把位 大力鼠在这个位置也没有太多办法做进一步的进攻 当他这样长时间将身体重量压在罗唐身上 给罗唐造成巨大压力 罗唐最终不堪重负 成功被带入地面 来到地面后 罗唐仍在作者有效地防止裸脚的动作 夹住对方手臂并且将右腿高高举起 经过边角的指导 他又将身体逆时针旋转 试图逃脱控制 当奈何大力鼠技术过硬 还是成功地控住他的后背 并且拿到了罗角的把位 虽然是锁在了下巴上 但罗唐明显已经表情痛苦 此时的裁判已经做好了叫停比赛的准备 时间还剩一分钟 眼看着大力鼠越锁越紧 不知不觉手臂已经锁到了脖子上 罗唐试图再去抓手 但并未成功 大力鼠果断又做成了一个更深的把位 这次已经完全锁死了 但罗唐并没有拍 他举起的左手缓慢地往下垂 是的没错 他被锁晕了 裁判果断进入叫停比赛 大力鼠毫无悬念地在自己的局里终结了对方 拉下了这场特殊的跨界大战